- 给你请的李毅老师就在里面- 是不是你办公室吗- 西卫- 你说的李毅老师是冉小姐- 我过去才要带希希出去度假- 所以请你教她一些简单的社交礼仪- 这就是- 我过去才要带希希出去度假- 所以请你教她一些简单的社交礼仪- 这就是- 我过去才要带希希出去度假- 所以请你教她一些简单的社交礼仪 -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儿- 放心交给我吧- 不过- 我需要一双高跟鞋- 还有礼服- 不用了吧- 飞扬- 这么快-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爱莫做事一向很有效力- 去吧- 把衣服和鞋子画了- 哎 -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知道在哪儿吗- 顾兮兮- 好了没有- 没有- 你过来一下- 啊- 你过来一下- 啊- 你过来一下- 啊- 啊- 你过来一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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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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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走吧 顾小姐 今天我就先教你走路的一台 好的 司辰 我需要借你做一下示范 好 走路的时候 步子要稳 步态要轻盈 手部的摆动 不可以太大 幅度要小 眼睛要目视前方 目不斜视 想象自己是一只天鹅 飞扬 你带顾小姐练习一下 你没事吧 我来 没事吧 我 老板 我可能走不了了 老板 我腿好痛 老板 别让我走 给我演是不是 我陪你走 慢点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我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换一个动作 别别别 我脚疼得不行了 我真的疼得不行了 我得休息 陈外走了 怎么样 我看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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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就行 疼吗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谢谢老板 体贴的老公 思辰 你过会儿有空吗 我想跟你聊聊 可以改天吗 我今天上午 给你看的融资方案 我又改进了一下 明天要发给合作方 你帮我看看行吗 我 顾小姐 你的脚 没事 没事 歇会儿就能走 那我和思辰 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聊 可以请飞扬 把你送回去吗 行行行 你们聊 你们聊 哎呀 那 哎呦 毕竟脚太痛了 我就先回去了 老公早点回家哦 我先走了 没事 真没事 我不打扰啊 我走了 看慢点 坐吧 嗯 怎么了 我感觉你变了 是因为他吗 有吗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好像更活泼 更幼稚了一些 我不会被他带的 越来越白痴了吧 或许你自己看不出来吧 但是 顾小姐 好像还挺特别的 反正我也没后悔认识他 小孩疼吗 我回家带药给你 没事了 谢谢关系 既然没事了 把哈尔格亚莽给亚头抄一百遍 我回去检查 我们刚说到哪了 没什么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今天就哪都不要去了 在家里好好被疑问 错一个 罚一百 叶丝辰 做人不要太绝 八十九 叙叙 奶奶 快来接一下 来来来来 奶奶对我好 快坐 还在抄呢 叙叙 来来 歇一会儿 咱们喝杯奶 吃点点心 变一叶 还是奶奶对我好 奶奶 你是不是会译文 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 奶奶 这个用译文怎么说 你们这个干嘛呀 思辰的老师逼我学 我真的学不会 所以我在想 我要从感兴趣的入手 会不会好一些 所以 我想给思辰一个惊喜 我想一想啊 嗯 我妈 刚刚刚刚刚刚刚的 我的音乐 我来说 我来说